这个山衣星相补星 什么星星 天上的星星 也叫命相补 你不管哪一个 它都是在中间这个位置 可见它也是非常之重要 自古 这个星命学 是星命同参的 也就是说 像现在所谓的星牌 包括西方的 同样的道理 都是天上这些星星的 规律能量 组合影响整个 地球的运势 更不要说你某个人了 我们都是由这些能量 威力 波 磁场 西场 组成的 你可以讲 事物的本质 地火水风 什么金木水火土都可以 我们也都说过 它们之间的关联 这个就是 古人 鲜贤 鲜贤 对人的认知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命牌 猫有猫的命 狗有狗的命 每一个人 他这个种子 是不一样的 有的开出花 有的结出果 有的是大树 有的是小草 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 所谓的八字 最早是源自于七正四鱼 那七正四鱼是什么 国老行踪 它是南极神树一派 那还有没有北极神树 有啊 那就道船 道藏十八飞星 它是紫薇斗树的前神 那所谓五大神树 这就三个了 还有一个哨子神树 铁板神树 那是翻茶字典用的 也像那个输入法的区位码 那一翻一翻 就知道你这一生怎么样 喝多少酒 吃多少肉 什么什么 全都告诉你 甚至你是怎么来的 其来因 因缘 这一生的 前生的 甚至前几生的 前几代人的 多少事 真正厉害的都能告诉你 那你说你不信呢 不信就不信了 不信有不信的活法 那你命硬 你照样可以活得很好 你什么都不信 我就信自己 做个好人就可以了 人总会有点信仰 信什么呢 信道德 这个道 这个德 有如鬼神 护佑 这是天地 派这些 先佛神圣们的 天助资助者 总有一些 使臣吧 天使来帮你 那你做的不好就 恶魔就 把你往下拽 也会来 那你不信 不信 那就当听故事了 所以命 它这个也不是一定的 但是 一世 岂能盖世事 它何容易 你一生想改 什么都改 说历历成主 那你就是试试看 那你觉得你能行 不过天 无决人之路 总会有 给人一线生机 那一线 就是 密学 敲门 每个人都有机会 成 没什么都改